歡迎收看老王不止3分鐘 董哥 紅色戰袍 今天一開場先給大家好不好 一開場就開門紅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人今天本事團留言 希望今天看到紅色的 我跟你講一開場就開門紅 好不好 那我帶給你們來自最遙遠的祝福之後 我希望台北股市可以往寄金線去 每股四大指數全部都在寄金線上面了 台北股市 我們還有國安基金耶 對不對 我們到不了寄金線嗎 當然要期待台北股市加加油 紅色戰袍送給大家 送完了也要很祝福了 送完我對大家祝福了 我現在回過台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最近這兩集這個解盤節目 這個 檢測率非常差 都沒有10萬我覺得是完全不合格的 沒有人要看 沒有人要看的 沒有人要玩的 就像我們昨天那個精華篇 禮拜二講那個 這個 證券劃波存款余額 對 創這個近期新低 每個月都在衰減 所以是沒有人要玩 也沒有人要看 基本上這二五解盤節目沒有10萬 我就懶得做了 我就講真的 我跟你講 因為我小朋友 你也知道我的包子妹 準備要上幼稚園了 那我一直想要能夠接送他 那如果二五這個節目 剛好錄影時間就卡到我要 要接回來的時間 如果看到這種點閱率 我上次講的 外面下大雨我還要錄影 對不對 那現在我想要接小朋友 我看到這種點閱率 小朋友 我心寒 有人說董哥臉上好幾萬 七八萬八九萬 你怎麼 七八萬八九萬 就不是我要的數字 你知道去年大多頭的時候 動不動二三十萬 今年十萬已經對我來說 最低門檻了 那這兩集是怎樣 沒人看 沒人看 就不要做 有人說 不要做就不要做 你不要以為我開玩笑 我想不要做就真的不想做 因為我有在帶會員 我們這些東西我就認真的 教會員帶會員就好了 大家都不看了 對不對 那你們要看 就要給我非常大的 support 我說你按個讚 你要訂閱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看到讚很多人按讚 然後很多訂閱 然後你要幫我多多分享 真的 點閱率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到十萬 其實這個節目成本根本划不來 真的 我就去帶會員就好了 我不是靠 我們普惠投顧 不是靠YouTuber為生的 我們是靠這個 我們是靠 這個經營會員為生的 我只要好好帶好會員 讓會員股票賺錢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秉持的熱誠 那如果這個點閱率真的上不來 那我的做法大概很簡單 就是這個節目就會結束 我們就結束了過去兩年多來 的這個節目 那我會改節目型態 改節目型態 我也學會改節目型態 就是25也是會篩節目 但是可能就沒有這種解盤節目了 再看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剛才已經一開場給大家遙遠的祝福了 麻煩大家今天給力一點 給力一點多多支持 把你那些已經退出古海的朋友 拉回來重新看節目 我相信你現在還在看節目的人 一定是最支持我的 所以 小編我們現在要先給 現在還在鏡頭前面的這些觀眾 我剛才講的事情都不再講你們 我覺得你們是最挺我的 所以我現在直接在這裡 跟你們敬禮 好不好 一舉公 再來 再一舉公 再一舉公 這老哏了 老哏了 老哏了 沒有人知道老哏 對喔 對大家深深的感謝 但是希望大家把那些已經離開我們的 已經不玩股票了 再把他拉回來 美股現在這麼強 台股也這麼強 他們還要再離開嗎 趕快把他們找回來了 找回來看台北股市了 鬼月鬼門開了 你知道嗎 在台北股市如果過去幾個月已經被折磨像鬼一樣的 現在也要回來的 知道嗎 趕快把你朋友找回來 趕快把你朋友找回來 好 我是講真的啦 因為我跟各位觀眾都喜歡掏心掏肺的講 我也不喜歡拐彎抹角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看到點閱率 因為做這個節目是沒有向觀眾收費的 我們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最需要看到就點閱率跟讚 就這兩件事情 然後訂閱人數增加 我們到現在還沒辦法40萬是怎樣 卡超久 卡超久 有在成長 那就卡很久 拜託 去年大多頭動不動一個禮拜就一兩萬 大家比較加油 把影片轉出去 或者是你就自己呢 弄幾個醬子 都看幾次 而且你看我們最近 當然 我們也是動不動 偶爾也是會有13萬14萬15萬的 只是我覺得 像這兩次這兩集的這個點閱率我就不喜歡 因為我們認真在做節目啊 我們講了一大堆東西 沒人看 那就不要講了嘛 真的 代表要看的就是這些人嘛 對不對 那這些人可能很多人加入我的會員了嘛 所以我希望 這個老王用心 你們都知道 那希望你幫幫多老王宣傳 這樣可以嗎 這是這個老王對大家唯一的期許 那你現在有在看的人 我當然很感謝你 謝謝你 開始今天的節目 好 董哥 聯準會如預期只升息三馬 這是美股大漲的主因嗎 聯準會只升息三馬 代表什麼意思 這鏡頭這張已經就直接告訴你什麼意思了 哥啊 我在昨天 我在昨天的一大早 就在粉絲團PO了這張照片 就這張照片 我就告訴大家 聯準會只升息三馬 而且鮑爾在記者會後的談話 就是什麼 哥啊 非常哥啊 哥指代表什麼 peace and love 很peace 所以 我們常講聯準會到底是音還是哥 代表就是他對未來升息的態度 既然是哥 我請問你 升息三馬叫做符合預期還是超乎預期 符合預期嘛 來啦 我幾個禮拜前就跟你講 聯準會就是這次會升三馬 不用想太多就是三馬 我的個人預測 請問有沒有符合我的預測 有 那符合我的預測也符合多數人 多數外資的預測 這個叫符合預期 那我是不是也告訴你了 只要升息的馬數符合預測就是三馬 那對美股來說就是怎樣 就是好消息 就是會長 好我們上次就講過了 為什麼 因為美股早就一波修正 來提前反應三馬這個事情了 當突然升息四馬 這個還叫超出預期 那就美股可能會大崩 問題是沒有 九十馬 三馬 所以我們不用來加法了 那另外我這個禮拜二是不是也跟你講了 GDP的事情 我說我預期美國的GDP 繼續這季還是會衰退 有沒有 那GDP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我今天 小編 不用加法了 這些總體經濟的數據 我跟觀眾掌握的都還不錯 對吧 那聯準會的這個 只剩一三馬 我們說很歌 什麼叫很歌 就是因為 鮑爾 他在會後的記者會 他說什麼 他這一次沒有給一個很明顯的前瞻指引 什麼叫前瞻指引 前瞻指引就是告訴你說 未來哪些狀況哪些數字 就會如果怎樣 他就會怎樣 這個叫前瞻指引 就說未來 比如CPI 如果持續超過9% 或如果在80.5%以上 我下一次就會繼續升級三馬 他沒有這樣講 他沒有告訴你 他要看哪個指標 沒有 他也沒有告訴你 他下一次到底會升級嗎 都沒有講 不像上次 他上次直接告訴你 這個升級三馬不會是常態 或是像以前都會告訴你 我要看什麼經濟的數據 幾%以上 或是我要控制在幾%以下 這次 這次就沒有很明顯的前瞻指引 簡單講講講得很模糊 講得很模糊 很模糊其實就是好事 因為代表可以任意大家來解釋 他規則就不會很死 再來一件事情 從鮑爾談話 我們也觀察出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整個聯準會包括鮑爾最在意的 雖然沒有前瞻指引 但是他最在意的還是什麼 還是通膨 通膨 能不能降下來 對聯準會還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 鮑爾他也強調了 他昨天有強調一件事情 他覺得經濟沒有衰退 各位觀眾 為什麼這一次7月 其實我們說三馬是符合預期 但其實三馬喔 欸小便 三馬算不算激烈的升息啊 算 當然算啊 當然算啊 這十幾年來 就是上次三馬 再加上這次三馬而已嘛 對 當然算啊 連我剛剛都破音了 當然算啊 只是符合預期的激烈升息而已嘛 其實 單就三馬本身 欸各位觀眾 我們上次也講過 如果我們說用台灣當例子 你想一下你的利息突然被加三馬 你感覺怎樣 爛很爛很恐怖欸 多很多啊 一次而且是一個月一次喔 沒錯 上個月才剛剛會加上三馬喔 所以算是很激烈的升息喔 那為什麼 這個聯準會這一次還是可以升息三馬 因為我剛才講喔 鮑爾他的談話就告訴大家 他個人認為美國經濟沒有衰退嘛 你沒有衰退 因為我們知道 升息會不會讓經濟衰退 會 因為企業主很多貸款的壓力會怎樣 增加嘛 那民眾貸款壓力會增加 民眾的消費資產會怎樣 往下嘛 這是一個循環嘛 所以 當鮑爾說 他認為這個美國經濟沒有衰退的時候 其實就是給了聯準會 升息的空間嘛 你要是經濟衰退他怎麼升息 就是他覺得還沒有升退 他覺得還沒有衰退 還在成長 所以 聯準會就有升息的空間 同時 通膨是不是 上個月很高 所以通膨高 那經濟還沒衰退 於是聯準會就有了升息三馬的條件 好這是現在的結果 那我現在反過來問你喔 我反過來問你喔 那如果經濟是真的衰退 昨天公布美國的GDP 你折合成年率的話 是不是這個-0.9% 對不對 -0.9% 好我問你 上個季度第一季 美國是不是也是衰退 GDP 那等於是連兩季衰退囉 那請問這樣美國經濟有沒有衰退 有 昨天鮑爾的談話你知道 因為經濟成長 因為他不認為經濟有衰退 這樣通膨過高 所以他才要升息 還要升息三馬 所以才升息三馬 那現在我們昨天晚上這個美國公布 GDP是衰退的 對吧 那通膨 咦 美國GDP衰退囉 代表聯準會在升息這個事情 你要思考一下囉 你的空間是不是自然就被縮小了 對吧 那再來 下個月要公布這個月的CPI 你覺得如何 我上次已經預告過了嘛 我個人預測嘛 CPI已經到頂了 所以下個月要公布的這個月CPI 一定是往下的 通膨卡下降了 那美國經濟又衰退了 所以聯準會 在9月份升息的空間 你覺得大還是小 就變很小囉 就是說 我直接給結論啦 我個人啦 當然是我個人認為 沒有三馬了 就是兩馬 9月最高就是兩馬 甚至一馬都有可能喔 為什麼 經濟在衰退你要不要救 有 那為什麼 那這個月可以升息三馬 是因為我剛才講的 鮑爾認為 經濟沒有衰退嘛 可是事實上經濟在衰退了嘛 所以下 等到9月份的時候 鮑爾就會跟你講說 因為經濟在衰退了 你懂嗎 為什麼人家就說 鮑爾你這次怎麼升息 只有兩馬或者一馬 因為經濟在衰退了 那通膨也下降了 所以我就不用急著升息了 大家聽得懂這道理嗎 聽得懂這邏輯嗎 所以我已經預估了 9月 最多就兩馬 那很有可能是 很有可能是兩馬 萬一不小心一馬 但一馬 機會比較少大概就兩馬 最高就兩馬 很有可能是兩馬 那有的人會問啊 董哥 8月 8月你怎麼不猜一下 你會問這個 就代表你沒有看我之前節目嘛 8月就沒有開會嘛 我之前有沒有告訴你 從聯組會這個月 如果確定了三馬之後 中間會出現一段美股的什麼 蜜月空窗期 我們這樣講 有 因為你中間就不會再有什麼升息 不升息的紛擾了 一切結果就等到9月再來談 那8月這個期間是不是空中期 對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美股 在這個聯組會三馬之後 利空出境 連續漲了兩天 這符合我們的預測 我就告訴你三馬 符合預期 利空出境 往上漲 那接下來我們專注重點 我剛才聊了 我剛才聊了 GDP GDP這裡 0.9 摔退0.9% 對吧 等於這兩個季度摔退 所以經濟有沒有摔退 有 所以顯然跟 白宮 還有跟這個 鮑爾認為的 跟拜登或鮑爾這兩個人認為的 不太一樣 因為事實上是有摔退嗎 那摔退 你說董珀 經濟摔退啊 那股市是不是要往下跌 No No 因為股市早就跌了 反而現在摔退告訴你什麼事情 按照我剛才的邏輯 你現在經濟摔退了嗎 聯準會 你覺得聯準會要讓經濟去摔退下去嗎 繼續激烈升行嗎 不行 把我的空間就變小了嘛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鎖定CPI CPI如果可以 如果我們預期真的開始往下走了 那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9月只有只剩2碼 大家搞不好討論明年喔 開始要降息了 舊經濟了 同盟我降下來了 同盟我降下來了 就舊經濟對吧 我為什麼要升息 我為什麼要激烈升息 是為了通膨嗎 那在通膨降下來 我還有激烈升息的必要嗎 各況經濟如何還衰退 大家完全懂這邏輯了 那GDP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來仔細看 GDP的公式是這樣 公式 這一段時間要上總體經濟學了 歡迎來修這個經濟學的課 GDP就等於C加I加G加NS 一個個解 GDP叫什麼 這個D型是國內的意思 就國內的生產總額 這個G是生產的意思 國內的生產總額 就是美國國內的生產總額 C 這個很能理解 消費 消費支出 就私人的消費 個人消費 這應該很能解 C很難解決 I是什麼 Investment 投資 G是什麼 它都取英文的第一個 你就記得它要取英文第一個 那這個G是什麼 Government 政府的支出 NAS是什麼意思 NAS其實是一個縮小 這裡其實是S-M S代表出口 減掉一個M M是進口 就出口減掉進口 所以會得到一個 NX 就是Net的意思 就是進出口的總額 了解嗎 就等到一個進出口總額 所以這個加 所以就是簡單講 消費加 投資加政府支出 加這個出口 等於你的GDP 這樣 有清楚 就是這個公司 那這個公司 我們要細看 因為你知道這一次 第二季公布的GDP是衰退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禮拜二怎麼跟大家講的 我說按照這個亞太蘭大的 這個GDP的模型預估 亞太蘭的GDP模型預估 美國第二季的GDP 大概是下滑1.6% 那我是不是請大家 從用這個1.6%來當作 美股漲跌的依據嗎 我說如果公布出來 比1.6%還差 那美股就準備下去嗎 因為經濟實在是 衰退的出乎預期 結果公布多少 負0.9% 那是不是比負的1.6%還要好 所以呢 就得到一個很巧妙的結果 我是不是說只要低於這個負1.6% 那其實對美股就是利多嗎 我是不是請你來做這個衡量 所以你看 你禮拜二看我的節目 你對這個GDP的解讀你就很輕鬆了啊 你就知道人家亞太蘭大的這個 GDP模型預估在-1.6% 那上下你自己就會移動了啊 低於裡面那是預期好 預期好嘛 預期好股市就漲了嘛 代表沒有衰退那麼嚴重嘛 那請問有沒有衰退 沒有衰退那麼嚴重 所以 有沒有衰退 還是有衰退 就跟面板一樣 面板常常在講 喔 報價跌幅收斂 那我請問你 報價跌幅收斂 所以我們在跌 有 只是跌幅收斂 所以你還是有衰退 你還是有衰退 請問你聯準會要不要救市 有 但是你會不會衰退很嚴重 所以股票 大家都覺得 喔 那是不是我們對於這個消費衰退這個預期 太過度了 太over了 事實上沒有衰退的這麼嚴重 這算比較利多 反而算利多喔 對不對 股市就這樣很有趣啊 一樣是衰退啊 到底衰退沒有那麼多啊 感覺我們多慮了 很多股票很多科技股 多跌的啦 沒有這麼恐怖啦 因為剛好又衰退喔 聯準會有機會 如果經濟數字很好 充膨那麼高 那下9月份搞不好又要再升很多 反而衰退喔 所以大家懂這麥港 你知道嗎 那我們了解這個總額之後 我們就來看細部 剛才講這是消費嘛 私人消費的部分 這一季度還是成長的 還是成長 私人消費的部分 私人支出 個人消費支出的部分 還是成長 問題是比上一季度要來的差了 成長的幅度沒有上一季度那麼好 但是他還是維持正成長 投資這個部分喔 分為住宅的投資 住宅的固定投資 還有非住宅的固定投資 像是這個機器啊 設備這一些的喔 通通都是衰退的 通通都是衰退的 所以企業的投資是衰退的 G呢 Govern呢 政府的 政府的支出 在這個季度也是衰退的 也是衰退的 那剩下這一個呢 出口的進額喔 其實是正成長的 當然成長的幅度 沒有上一季度那麼多 但也是成長 也就是透過這樣子喔 詳細數字我有點忘記了啦 那我 如果要我找的話 可能要翻一下資料 詳細數字 但我記得大概的 情況就這樣 我們知道大概情況就好了嘛 詳細數字 這個 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了解的話 小編有了解嗎 小編是 比如說這就是0.7嘛 那上一季就是1.24嘛 也是成長 只是上一季是成長1.24 這是0.7 所以比較差一點 那這個 投資的部分是往下嘛 那你看這個 政府的支出 政府支出 是 負的0.33 0.33 衰退 負的0.33 那進出口呢 是成長1.43% 這樣 其實沒什麼意義啊 我們做學問 我們看這個總體機器 不要去記那個數字 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我最討厭記數字 你知道變化就好嗎 我剛才講那些數字 是不是就跟我的變化是一樣的 簡單講就是 這個是成長的 這個也是成長的 但這兩個是衰退的 對吧 所以就是這兩個脫 這兩個拖累的這兩項嘛 那請問你 這個C 這個消費 個人的消費支出為什麼會 一樣成長 但是為什麼會比第一季來的比較差一點 為什麼 小編為什麼 通膨高 對嘛 有上課有差 這是我們常講的嘛 我們今年一直在鎖定 一直在講的一個主題 消費進電子的 需求轉弱 賣的不好 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高通膨是一個環境嘛 包括二武戰爭嘛 高通膨也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從這個項目就可以知道 高通膨確實對於個人消費者的這個支出 有到打擊的作用 了解嗎 那我再問你 這個為什麼是衰退的 很簡單 聯準會是不是升息 升息會不會打擊企業的投資 會嘛 所以我剛才講了嘛 你如果要刺激經濟 你就不能刺激去升息啊 你升息空間就有限啊 所以這個就受到影響嘛 那G咧 拜登政府就要想想辦法了 你要大力的推動政府的支出來救經濟啊 因為政府的支出如果往上這個公式請問是 這個如果往上請問這個是往上往下 如果假設其他都不動 這個往上這個是往上往下 往上嘛 所以這個地方政府支出要往上 拜登要不要趕快提一大堆建設 所以拜登最近有沒有提一大堆建設 軍面法案嘛 他有一大堆 現在又要再過什麼那個綠能的法案嘛 一大堆嘛 所以這個要上來 加油啊拜登 加加油 好不好 不能老是甩鍋 等一下跟你聊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出口 出口也是成長 只是比這個過去的成長可能比較推一點 但是這還是成長 OK 所以代表美國進出口看起來有沒有問題 他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需要加把進就這個 企業的投資 企業的投資 還有這個政府的支出 政府你要多投資一點 就這兩個 講完了 所以你看完這個細項 也難怪昨天美股很強 因為沒有想像中的衰退的這麼嚴重 只要政府的支出多加把進 對不對 聯準會 你9月份升息步調 不要那麼激烈 這個企業的投資 看看能不能讓他回來 那整個GDP 就好看很多了 對吧 我們從細項來解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會知道 大概美國政府要從哪邊來努力 這樣了解嗎 進出口這個部分 倒是他出口都還是大於進口 對美國來說也是個好事 那昨天 拜登 因為拜登一直告訴大家經濟沒有衰退 結果昨天數字一出來 拜登說什麼 拜登甩鍋了 怎麼甩 甩鍋其實政治人物很會 怎麼甩 最重要是你要甩的有藝術 他說 其實美國經濟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是成長的 從新冠肺炎以來都是成長的 但是 因為聯準會為了抑制通膨所做的一些行動 簡單講就是升息 抑制通膨 所以經濟的放緩是理所當然的 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都發生白話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聽到他會甩的 這甩的意思是說 我 是我這個男人 拜登 讓美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之後 一路往上 對吧 但是 在往上過程當中 因為聯準會有些動作 有些行動 就升息 縮短之筋 所以造成經濟的往下 那當然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誰要負責 甩完 甩完鍋了嗎 誰要負責 聯準 包括你就負責 就是你的動作 是你的動作害成我經濟的衰退 所以請問你 9月份聯準會要怎麼做 聽得懂 聯準會是不是就要開始思考一下 激烈升息的步伐要不要放慢一點 所以現在整個美國的這個 情況是這樣 所以造成這兩天股市在持續往上漲 主要就是大家的共同預期 聽我講了這麼多 大家共同預期就是 美國經濟在衰退的過程 通膨如果降下來 那聯準會腳步預期 大概預期會開始放慢 這樣了解嗎 那聯準會收縮熱錢的腳步放慢了 請問對股市是好還是壞 好 就這樣 我們簡單的把總理經濟帶過 這幾天幾個數據帶過 那我們再回頭看技術面 你了解大的 總經的前提是這樣 聯準會在激烈升息這個部分 開始做 停滯或是做浪步 或是可能開始要慢慢減緩腳步 那對股市是好事 所以對於這兩天的大漲 就完全 你就會 你不會覺得奇怪 你看得懂我剛才講的那些 你就不會覺得奇怪 那現在回頭看技術面 我們禮拜二跟大家講了 回檔震盪 但是下面還有什麽 死日跟月均線 對吧 整個波段趨勢 我禮拜二告訴大家了 每股四大指數都沒有轉落 都沒有翻空 都還是反彈的過程 那跌破短期均線之後 他開始震盪 就看他什麽時候 再重回短期均線 又再度轉墻 那這個地方 你看 他甚至連十日均線都沒摸到 那就再度往上 再度站到五日了 請問 我上次是不是講了 重新站回五日是轉墻轉落 再度轉墻嘛 是不是就連這兩天又大漲了 那阿斯達克也是啊 跌破五日是不是連續修正兩天 對 問題是月均線 連摸都沒摸到 請問這多頭反彈有結束嗎 沒有 我們說反彈看什麽 看撐 不看 壓 撐有沒有破 沒有 是不是站到五日之後續攻 廢城半倒立直樹 你有沒有發現 道琼跟廢半 連 你就連十日均線都沒摸到 這算很強 那跌破五日之後 進行兩天整理之後 重新站回 是不是再度轉墻 這是我講的 你反彈不要去預設高點嘛 那這個禮拜的美股其實蠻波動的 你看這個 納斯達克這樣連跌兩天然後又漲上去 有沒有 重點是 支撐有沒有守住 有 所以接下來的美股技術變怎麽看 四大指數都一樣 只要繼續守住下方的均線支撐 反彈的架構都沒結束 而且他現在已經站上基金線了 代表長線翻多的機會來了 那短線就觀察短期均線嘛 短期均線 十日均線 這樣了解嗎 下一步 好董哥 台股月均線守住 果然持續反彈 又創反彈新高了 禮拜二跟大家講過了嘛 我講什麽 這個禮拜 因應美股有很多事情 對吧 很多總金數據 很多個人企業的財報 要公布 所以 最好的方法 因應波動大的方法就是 跌下來逢回站買方 漲上去逢高站賣方 這個禮拜 我覺得這個禮拜 不是每個禮拜都這樣 有時候順次 漲上去的時候就順次做多了 你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不要鎖定我們節目 要 還沒訂閱還沒按讚趕快按讚 還沒趕快分享給朋友趕快分享 我前面有聊 這個訂閱數要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一集如果沒有10萬訂閱 我是真的 做人越做越心酸 浪費我們成本 真的 我就不如好好去帶會員就好了 我們很真心的分享 股票市場的知識跟學問來給大家 也希望獲得大家的收視率的肯定 對吧 好 來 那這禮拜你看 集結之後 震盪守住十字均線 那很快往上了 對吧 所以集結的時候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有 國安基金的 之前宣示的護盤 那早上去呢 你昨天一大早急著追 昨天早上大漲快白點了 還是超過忘記了 反正大漲嘛 早盤 後來不是開高走低 所以後來收黑跌二十幾點 有沒有 遇到大漲先 賣一趟先減馬 對啊 這禮拜的策略 你看有沒有符合我跟你講的策略 我在禮拜一的粉絲團 就一大早就跟大家講 說這個禮拜就是美股會波動大 你要記得就是低買高買 那跌下來的過程 五日均線跌破 那你跟大家講 五日均線如果跌破之後 他要嘛就繼續往十字均線來找 要嘛就繼續往月均線 但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只要月均線沒跌破 請問反彈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我們一直說了 反彈跌升電子股或跌升股票的反彈 都是從月均線開始 那最好的劇本就是反彈到哪 極均線 對吧 那如果不信 在反彈的過程當中轉弱了 請問什麼時候要判斷他反彈結束 就是再一次跌破 月均線的時候嘛 也就是說 只要股票再反彈 突破月均線了 包括大盤指數 在沒有跌破月均線的情況下 請問波段的多方 反彈多方結束了嗎 沒有 所以台股看撐不看壓 那短線我說過 跌破五日叫震盪嘛 可是他 現在 你注意看今天 這一天開始站回十日 這邊又震盪 你問今天是不是把五日也站上去了 所以等於是短期的五日十日是不是站回去了 他跌破五日均線之後開始震盪 但是守住十日均線的狀態下 把五日也站回去了 所以現在來看台股 你不用再看五日 就跟剛才這個美股一樣 不用再看五日了 五日就容易被白白去了 你只要看哪一條均線就好 十日 有時候短期 台股在站上短期均線的情況下 只要十日均線拘守著 就是繼續往上 來挑戰季均線的壓力 沒辦法給他穿紅的穿嫁 對不對 聽了有沒有 那是死日跌破 代表短線就像這裡 可能又要再出現一個回檔震盪 但死了嗎 也沒有啊 因為你要看哪條均線 越均線 就這樣 解完了 下一題 好董哥 面板雙虎第二季轉虎 您真的省預測啊 轉虎 不是圍營喔 你們都說不對喔 是遊營轉虎喔 經濟日報 今天7月29 面板雙虎Q2大虎 103億元 第二季 尤達 稅後淨損56.32億 全創 稅後淨損47.41億 有些觀眾喔 可能已經忘記了 忘記了忘記了 你剛才說什麼神預測 他不知道你在神預測什麼 他覺得你是馬後炮是不是 來看 VCR 我又問你一件事情 現在要不要再預告 第二季 老王每次現在 講面板的傳統 就是要預告一下基本面喔 不然每次一堆人 說老王只會記住面 拜託耶 我這面板的基本面 這財報我大預測耶 我去年第一世紀預測 去年第四季的財報 還沒結束的時候 我今年第一季 連三月份營收還沒出來 我就跟你預告 第一季財報零點多 零點幾 我現在在跟你預告 今年第二季 很有可能 但這是我個人預估 很有可能 變賠錢 這一段 一樣 留下來 準備當VCR 你聽我的 這我個人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喔 變賣股價已經跌很多了 你不要說變賠錢 所以面板要跌到哪 對 他們已經跌很多你知道嗎 他們搞不好已經在反映未來的事情了 就是說 我個人的預期 不要說第二季 我預期今年的面板雙五 今年全年個人預期 就是轉虧了 也就是說面板 友達第一季之後還有0.58 全創還有0.18 對不對 也就是說後面三季 我把這個獲利花光 倒給 以這個獲利的部分 小編那個眼睛瞪得很大 我幹董哥你是真的假的 這個要幫我消音 董哥你是真的假的 你們現在第二季投 你在跟我講 全年要轉虧 You will see ok 等著看 等著看 這段加VCR 這一段可以第二季結束 財報公佈的時候用一次 全年財報明年再用一次 你只等著看 推 我看到嗎 兩個月前 小編 這兩個月前的VCR 對不對 兩個月前 各位 兩個月前我就告訴你 面板的產業面就是這樣 我就從產業面 來預測基本面的角度 雙虎 第二季就會由銀轉虧 對吧 對不對 誰說 你看我VCR上面來講 誰說我只會看技術面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最近 我們最近這影片 如果你有仔細看就知道 我們多了很多 基本面跟產業面的介紹跟分析 有沒有 沒錯 這節目值得你 好好的看下去 很多乾貨 你要懂得把握 誰可以在兩個月之前 兩個月之前 小編沒錯 把那個VCR 有時間 就告訴你 我認為 個人認為 面板雙虎的第二季就 非常容易有銀轉虧了 我現在在跟你講 我們針對面板的這個產業 我們已經分析很多次了 好多次了 去年第四季就跟你預測 今年第一季的面板雙虎 可能會變0點多 往0 往EPS 就是可能會賺錢 但是就往0去靠近了 然後後來第一季又直接跟你預告 兩個月前又跟你預告 第二季的EPS 就會由銀轉虧 就會賠錢了啦 剛才VCR 我現在在跟你預告 我不要說第三季跟第四季 就以現況來說 今年整年 都會是賠錢的 就你第三季 加起來 加快第二季 今年一整年的EPS 會是負的 當然是個人預測 那我預測的重點很簡單 什麼預測 我依據哪個依據 就是面板的報價 面板報價一直在跌 不管是大尺寸的面板 還是中小尺寸面板 都會跌 有的面板的尺寸 根本都已經跌破 現金成本價 你做一塊 是越做越多 賠越多 所以 當然虧損 你還記不記得我講過面板的故事 我講過那個小米的故事 我說那個小米電視 100寸 算一算約台幣賣多少錢 賣10萬 100寸的電視賣10萬 面板 你就想一下面板的 要怎麼生存 辛苦 辛苦 那要怎麼賺大錢 對不對 就這樣 代表面板報價在跌 尤其這樣電視螢幕在跌 跌很深 所以小米 這個電視價格才可以很便宜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我們以前有沒有講過 有 面板講太多次了 那我請問你 去年 面板大賺錢 面板雙龍大賺錢 賺了一堆 發了高股息給你 又怎樣 今年 以我個人 我個人的預估 個人猜測 今年全年就是賠錢 那今年如果賠錢的話 明年 鼓勵 要發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就很難預測了 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 全創除全息在這裡 一除完全息之後 就貼全息往下來破底 到今天破底 為什麼 我講過了 一個族群或一檔個股 你不要只是看它的高股息 或什麼高資利率 不要只是看那個數字 它要能夠填息才是重點吧 那它為什麼能夠填息 就代表它這個產業要繼續往上的 或是它這家公司 今年又可以繼續賺錢 甚至賺得比去年還多 明年才能發出一樣的股力 這樣股價才有動力去填息 那如果你看到像它這樣 像面板這樣第二季虧損的 那再來看它這樣貼全息不就很合理了嗎 那你怎麼只能辦 你只能怎麼辦 你只能期待它跌身反彈 然後我在這邊撐很久撐很久 一張不賣其他自然 然後拖了超久 再把除鹹血缺口給它補掉 再填權息 為什麼我請問你 這一段台股的大反彈 你就算之後你填權息 你這個會不會浪費時間在這個地方 會 這時間效率的問題 不是說我卡卡卡卡 放到有一天就是填權息這樣 那時間效率你要去算進去 了解嗎 那我請問你 我們教過大家很多次 跌身的股票 尤其是電子股 你要怎麼判斷它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波段反彈的趨勢 我教過很多次了 看哪條均線 約均線 來啦 群上從這個地方 從6月中旬以來 哪一天有突破約均線 沒有 你說那些IC設計 即便他們這個 整個半導體的工需 這個還沒有反轉 整個景氣還在往下 半導體的這個情況 事況還在往下 人家IC設計上禮拜起碼有 突破一下月均線 出現反彈 有沒有 這個連月均線都沒有突破 你告訴我你有什麼理由 去抄他們的底 搶他們的反彈 有的 你是一樣從6月中 哪一天有突破月均線 也沒有 所以你真的想 想面板股的 現在想買面板股的 就 真的想做短線操作的 你最起碼要等到什麼時候 要突破月均線 要突破月均線 有的在這邊 除旋席 短暫幾天給他填完旋席之後 又下來了 那你這裡就要有賣 你這一天就要有賣 你有賣 才叫填旋席 那如果你沒賣 那你還是貼旋席 你還是沒賺到錢 你還是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如果你沒賣的話 各況在除旋席的前一天是長黑 你如果在這幾天就買進去準備除旋席的 你買進去準備除旋席 你還是賠錢啊 你買在這個位置 你有賺錢嗎 沒有 那他們不是什麼高值利率概念股嗎 他們不是股息 發現高值利率概念股嗎 你有賺到錢嗎 你就是 什麼 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那你說我就是怎樣 我就是 捨不得 捨不得丟下手中的面板股 我套牢很多 那其實 你怎麼不考慮 除完旋席之後那低點再買回來 一樣也是可以啊 對吧 就是說 我有句話 我 從長大以後就怎樣 從不參加全旋席 那更何況是 景氣循環往下的股票 你要參加除旋席就很痛苦 例如 貨櫃航運 它短線都是貼旋席的表現 我不管之後會不會貼旋席 就短線來說都是貼旋席 對 那你為什麼不等 短線除完旋席之後 急跌之後你再進來買 如果真的可以填旋席 你也是賺得到錢啊 大家懂這邏輯嗎 所以 面板股怎麼看 我已經講了齁 你如果真的要抄底強反彈 就看躍均線 OK 那但是請注意 總體情況 面板的報價 目前來看還沒有止跌 再講一次還沒有止跌 其實我每個月都有追蹤給我的會員 那如果你是想要了解面板的報價 想要多關心一下 記得加入我們普惠頭顧的五報會員 五報就有了 五報就有了 五報就常常在追蹤了 對吧 我就常常跟我會員講 面板報價還沒止跌 面板報價有收斂 但是還在跌 大的環境 你一定要看到反轉 就跟我們上禮拜在解IC設計 我是不是講得很清楚 IC設計的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 對吧 這個 需求還是持續的疲弱 我是不是這樣講的 可是技術面不同步 出現反彈嗎 那我說這樣情況怎麼辦 就你只能做短的嗎 你只能用短線的跌身反彈來操作 代表他現在不能做長期持有嗎 一樣道理 如果面板未來有機會突破躍均線 然後出現反彈 你就可以長期持有嗎 當然不行 你至少要看到面板的報價有止跌 而且開始反彈 甚至回升 這個情況 就代表面板的獲利會開始變好 本來比較虧很多 慢慢慢慢越虧越少 因為面板的報價 決定的營收 決定的毛利 這樣懂我意思嗎 是息息相關的 你要操作面板股就鎖定 長期的基本面 就看報價就好了 了解嗎 下一題 好董哥 汽車零組件 蠻多檔漲停的 還會繼續漲嗎 那汽車零組件今天蠻夯的 那你可以看到車用主人其實 在這一段 一兩三個月 一兩三個月的時間 都算是蠻強勢的 主要就是產業的透明度夠高 你可以看到面板 它就是每一次反彈之後 又怎樣 又破底 每一次反彈之後又破底 比如說現在跌那麼深了 又破底了 也許過幾天又反彈了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問題是 當它的產業趨勢沒有改變之前 面板的報價沒有止跌之前 它反彈就在破底 反彈就在破底 這個就是代表 這個產業 目前在走景區循環 往下的過程當中 會面臨到問題 你當然可以操作這樣的股票啊 你當然也可以操作IC設計啊 問題是 它就是短線技術面的反彈嘛 你只能用短線來進出嘛 但車用的概念股又不一樣了 對吧 電動車夯不夯 上次跟你講過了 2035年歐盟可能 就要全面禁用 全面禁賣 這個燃油車了嘛 電動車是新南海啊 小編你現在有電動車嗎 沒有 我也沒有電動車啊 所以電動車是目前 你即便說啊 這種消費性電子啊 今年很慘 這個需求嚴重的衰退 問題是 電動車的市場 未來還是持續往上 所以它是看得到透明的產業 那像這樣產業的個股 就容易怎樣 人家是反彈上去又準備要下去破敵 反彈上去又準備要回檔 那像這種產業透明的 就是 大漲之後 回檔 但不是要去破敵喔 震盪之後又準備又反彈上來 又要去創高 走這種波段 一個是波段震盪往上 一個波段震盪往下 你懂的意思嗎 比如說網通族群啊 我在我的會員五報 我們上禮拜就有針對網通族群做分析 那你看最近這兩天的網通族群強不強 蠻強的今天神族群有掌聽辦 對不對 那我們有在上禮拜推薦我們會員買什麼 核勤控 對不對 還有這個友訓 你自己去看這兩檔股票強不強 從上禮拜我們推薦我們的持股會買進之後 對啊 就是網通族群 網通族群為什麼 網通族群為什麼會最近這兩天那麼強 因為你有沒有去看他們營收 6月營收創新高的網通族群有多少檔 你知道嗎 或是6月營收大幅成長的有幾檔 你就看重期是不是6月營收成長 對啊 這個就是 在今年這種環境之下 它的產業面還是往上的股票 那就容易經過回檔修正之後呢 又容易再往上 了解嗎 所以車用這個大主軸 絕對是沒問題 絕對是沒問題 所以你長期可以關注這個族群 但是請我講清楚是長期嗎 不是叫你大漲了之後跑去追喔 這是有差別的喔 你了解嗎 那今天的這些汽車領主件長上來了 董哥該怎麼看 你看人家 各位觀眾你看嘛 你不用急著前一波梗頂大漲的時候去買 我就問你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節目常講 月均線是重要的波段支撐 對 他有沒有守住月均線 他整理了幾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你兩三個禮拜不買 然後今天漲停板要來買 你這樣講 你大家應該是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一個強勢的主流 一個大的產業的主流 你不用漲的時候去追啊 你回檔震盪的時候 你隨時都可以買啊 只要他鎖住月均線不要破線 就往上漲了 那這一根看起來是不是很美 你說這塊漂亮啊 小編 來怎麼解 這K棒叫什麼 藏宏 藏宏 那你今天弱掉了 你今天沒有成語 我想到了 太陽線 這太陽線 哪有不說啊 這太陽線哪有不說啊 這個他應該會 這個叫給我 叫一柱晴天 一柱晴天 一柱晴天 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你想追你想買嘛 今天爆了一個六萬多張的成交量嘛 這樣啊 前面好像還有更大一柱晴天 這個叫大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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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都你說的啦 你這樣看起來就會覺得 你以為這樣是脫離的盤震 你現在看就 好像還在這個大的盤震 對 好像還在這個大陰線 那我再把成交量再給叫出來 你就會覺得這個大陰線更恐怖了 15萬張 超過15萬張大陰線在這個地方啊 也就是說 下禮拜很快他就面臨這裡的挑戰了嘛 對 這就有壓力了嘛 所以我弱掉啊 你下禮拜你 你梗頂你就看這裡嘛 突破 16萬張的套耳量統統吃掉 變什麼 換手成功啊 再弱了啊 就會走一個 大恩自行的上攻嘛 過不了 過不了耶 你們過去看過多少過不了的股票的例子 過不了就下去了啊 就這樣而已啊 就在修正啊 就在震盪啊 所以要記得啊 下禮拜重點就在這裡 你看 這根大陰線爆了16萬張了 隔天就跌破這個大陰線 然後就盤整多久 因為這個壓力大不大 下禮拜就要面對這裡的壓力 再開一檔提威西 再開一檔提威西 這坐車站的嘛 來提威西 今天出亮了 他是不是在躍進線那邊震盪 站上躍進線 洗盤震盪完轉強嘛 對吧 前面看起來這個 馬上就遇到一個高點 馬上就遇到一個大量的高點 所以顯然下禮拜要先挑戰這裡嘛 好 這大陰高應該是這樣 我如果再用一張新的圖給你看 再拉更遠一點 你會發現這裡也有圍啊 今天這個量你以為很大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更大量 更大量的高點壓力在這 上一次提威西 就是這個高點過不去之後殺了一根黑黑 然後怎樣 回答 我請問你 趕頂這邊要不要過 過不去 我就跟他講嘛 好一點就震盪嘛 壞一點就回來嘛 這很明顯的例子啊 所以 新鮮又上來了 提威西又上來了 這兩個雙重壓力要不要過 這兩個 這邊有累積量 這邊累積更大量要不要過 要嘛 要才能夠 換手成功 沒有就繼續高檔震盪嘛 那高檔震盪就保持的一個重點 就是躍均線不能跌破嘛 跌破就弱勢轉弱 這樣了解嗎 鎖住躍均線就持續可以來挑戰 跌破就轉弱 倉右 這是汽車領主鍵嘛 今天掌上來 在這邊出量 15000多張 看起來你看 他也是來到越軍縣 就 其實你不用急 你看這邊大漲的時候你不用急著追 因為大漲的時候你去追 你就躺在這裡了 然後又跌下來 問題是 你如果設定來到越軍縣做個第一屆動作 是不是要掌上來 有沒有 禮拜三的這個直播才有觀眾問我 董哥怎麼掌握到主流族群 對吧 來 賣個關子 你有興趣的 這一集 這一集 我是在幹話時間講的 還是在裡面正常時間講的 我記得是正常時間講的 這一集這一集 開頭 開頭沒多久就講了 這一集王老先生 記得去看 記得去看 怎麼掌握到主流族群 簡單來講主流族群第一時間你掌握不到的 但你可以趁著直播出群回檔的時候去掌握他的第二波 你懂我意思嗎 好 那這裡爆大量 這高點沒過是不是回檔 那所以這個高點形成壓力 那這個新的高點又形成壓力 那下禮拜就要面對這兩個壓力 看他能不能突破 沒突破 繼續看越軍縣支撐 突破了 就往上了 那你就看短期軍縣5日或10日就把它爆了 這樣會嗎 突破 不成功變成人 了解 董哥 這也是剛才倉佑 對 因為這是近期的 我讓你看一個更遠 喔 喔 懂了 我懂了 董哥你剛才原來是說 這裡突破我以為要噴了 其實沒有 其實還有一個這個 還有一個超過4萬張大量的 被淡你了 你最高 死 你怎麼不等回檔震盪突破的時候再買 突破的時候最高又死 不等拉回再回檔做低階 請問他的趨勢是不是 漲多回檔又往上漲 在這個每一波的架構 是不是你回檔低階是比較漂亮的 對 我就是要跟你講到這個邏輯 主流族群 好 那現在你看到倉佑是不是 即便突破這裡了 下禮拜即便突破這裡了 他還會面對到一個這個 所以你不要太衝動 你不要看下禮拜突破 哇 以為海闊的天空 這邊還有一個大量需要解決 東陽 前面這些是比較沒有投信在買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投信在買賣 投信要買賣就很簡單了 東陽 這個前兩個月我們的節目就有解析過了 當時就投信在買超 我們怎麼講的 就看十字均線 當時節目我們有解析過梗鼎提回西埃 也有啊 那我們解東陽就是看十字均線 你看投信買這麼多 他有沒有一路沿著十字均線往上走 有 各位觀眾你仔細看喔 這邊是33塊喔 你很簡單 你每天都不用看盤 你每天只要晚上盯一下東陽 有沒有守住十字均線就好 如果你有 你就每天很輕鬆只要抱著 上班認真上班 那如果你不想上班 就認真看Netflix也可以 對不對 反正你不用看盤 因為看盤會讓你心慌慌 那大盤一下大跌 每股一下大漲 幹嘛弄著新拿 這個叫心忙意亂 心煩意亂 心煩意亂 那你只要沿著十字均線就好 你看你從33塊就可以包到這裡來跌破 47塊 46塊 很輕鬆吧 每一天都很輕鬆 度過一個多月的時光 只要確定投信再買 守住十字均線 這就是我常講的 投信連續買錯股票 看哪條均線 十字均線 這邊開始跌破 跌破代表他要震盪了 高漲開始震盪了 你說可是我沒有賣最高 比較正硬 比較正硬 那震盪震盪震盪的時候 十字均線被扒來扒去就不管用了 十字均線適用在這種 往上走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地方要改看什麼 越均線 越均線 用越均線來當作現在的判斷 也就是說越均線只要守住 他就可以繼續往上 但問題是他跟剛才那些股票一樣 又都有前高壓力 所以下禮拜這個地方 能不能突破就是關鍵 那如果他跌破越均線呢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叫激均線 他就可能會出現 越激均線的區間震盪 那就代表他 這一段大段的漲勢 多方趨勢就轉落了 那這邊就可能比較浪費時間 這樣了解嗎 就會轉落了 所以越均線是現在的重點 那能不能 假設你一直抱上來了 你能不能再繼續再抱上去 就要看這個前高壓力能不能突破 我先講到這裡 你感覺到汽車領族群這個族群 現在有沒有共同一個結論 就形態上 其實有 就是今天大檔上來之後 都逼近了高點附近 你下一個禮拜任務就是要突破高點 如果你都突破不了 那你就是又變回高檔的震盪而已 所以你要不要衝動請注意一下 請先觀察一下下禮拜能不能突破前高 了解嗎 有突破在買啊 那萬一沒突破了 你就套在高點 懂嗎 今天很多都很強嘛 問題是前高壓力過了沒 還沒有 沒有 核大 東陽是當初這個十字均線的例子 我現在核大一樣嘛 當初我們解東陽告訴你看十字均線 你現在看核大 那你看啊 如果你懂得看 這不是頭新是不是一直買 那你懂得看十字均線 那今天不是也一根長紅出去了 所以未來怎麼看 也是十字均線 那今天也會講更強這個高利直接漲停板 為什麼會漲停板 因為昨天投信大買 投信大買之前前面投信也有買 那他是不是也是沿著十字均線 你看有沒有跌破 沒有 所以投信買超股票對我來說相對簡單 各位觀眾你要覺得相對簡單 因為就看十字均線 這老王交給你的 至於為什麼投信買超股票要看十字均線 不要說太多 不要說 你知我知大家知道就好 了解嗎 好 那講完這些 在前高附近的股票 好的車用零組件 那你講完這些投信買超零組件 接下來我們要講兩檔 這個 最多觀眾在問的 強勢熱門股 伊利店 我可能要把強勢兩個字拿掉 就熱門股 你看他沒什麼漲 5000多張成交量70幾塊股票 伊利店怎麼看 因為伊利店從之前的高檔這樣跌下來 其實套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會想說 那伊利店該怎麼看 因為車用零組件 做這個抬頭顯示器 那怎麼看 簡單 小便 跌升的股票 怎麼樣可以出現反彈 突破月均線 所以他有沒有突破月均線 有 所以他現在就在一個反彈的過程 那反彈過程就看月均線 守得住就繼續反彈 跌破 反彈結束 來 他這邊也在月均線之上有沒有反彈 那是不是跌破 就進行了弱勢的修正 反彈 又跌破月均線 又修正 突破月均線 又反彈 所以現在只要這邊 沒有跌破 那都是還在反彈的趨勢 你就不用太擔心 那你會說 過去每一次反彈都碰到什麼位置就失敗 激均線 對 所以這次激均線會不會失敗 不知道 你可能要問印度神童 這個叫預設高點 反彈看撐不看 壓 搞不好這邊就突破也不一定 所以你就觀察 月均線就好了 會不會突破 不是你能決定的事 懂嗎 康書 今天量爆很大 你看這量爆大不大 大 而且很多人在問嘛 但簡單嘛 你剛剛看到那麼多汽車零組件 關鍵的回檔都守住哪個支撐 以哪個支撐當作波段支撐 月均線 所以他也守住月均線有沒有 那接下來就觀察月均線 那今天爆大量 剛好這低點就在月均線附近 換言之 如果他跌破了月均線 等於跌破這個大量低點 那就 就休息了 但只要他可以守住大量低點 等於從他 守住月均線 那多頭趨勢還是持續往上 所以 康書這兩股票 就沿著月均線就好了 那今天大量進場 這個低點就不能跌破 了解嗎 下一題 好 董哥 最後一個問題 貨櫃航運今天在漲什麼 這個問題 先等我通靈一下 找一下王海 拿個紅布給你 紅布 先觀落音 回到元宇宙 看看會怎麼漲 很簡單啊 就是技術面的跌升反彈 跟上禮拜的IC設計很像 跟上禮拜的晶圓代工 立基電今天 是不是大跌破底 創新低 對 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整個半導體的事況沒有改變啊 所以你看到這禮拜很多IC設計 是不是上個禮拜IC設計很強 都出現反彈 就這禮拜全部很多都跌下來了 就是我上禮拜跟大家定調了嘛 IC設計就是短線的技術面跟長線的基本面不同 你只能以短線的跌升反彈來看它嘛 貨櫃航運也是這樣的看法啊 這叫上海出口集中箱的運價指數 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都在下跌的過程 你知道嗎 我們公布的這個資料是抓到上禮拜的 7月22號到上禮拜 3996.77 這個是跌破4000點的位置喔 這已經是從去年的7月以來 第一次看到跌破4000點了 4000點在這個地方嘛 從去年的7月以來第一次跌破 那請問你 運價指數再往下 這代表這個 你會說這個航運的運價是往上走的嗎 不會 當然不會嘛 當然你可以看到我們一些長榮或陽明 他們的營收還在持續的成長 甚至創新高 那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在於長約的保護嘛 去年有些新聞你記得嗎 他們是不是簽了很多長約 試況好的時候簽了很多長約 所以其實這長約的保護 就跟你看到 連電股價跌成這樣耶 可是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營收還在創新高 因為也是有長約的保護啊 懂意思嗎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上海出口集中箱運價指數 現在反應的這個運價是在往上往下 往下 你自己看嘛 往下 所以很簡單一個邏輯 懂嗎 你可以看到 之前在貨櫃航運大多頭的時候 這個上海出口集中箱運價指數怎麼長呢 你自己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說你要貨櫃航運的這個前景喔 讓你看得到 好 又開始像以前這樣成長 請問你 這個運價指數要不要往上 要嘛 最基本的要求嘛 你要看到他往上 我這是到上禮拜7月20號的資料 懂嗎 不只是貨櫃航運啊 散裝航運 波羅迪還乾散裝航運指數啊 這個禮拜也在跌啊 而且這個低點啊 跌破2000點的這個位置啊 大概也是將近5個月以來新低啊 跌破2000點了 BDI指數跌破2000點了 從今年的5月就一路跌跌跌到這裡 跌破2000點了 這應該創計5個月新低 所以不要說貨櫃航運 連散裝航運一樣 也就是說整個船運啊 現在市況都不是很好 對吧 從運價的這個指數看起來都是這樣 這個時候讓我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6月有分析什麼 馬斯基說 貨櫃航運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什麼 長編效應 我當時是不是花了一個章節來講長編效應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們當時還講了什麼 美國的海運改革法案 我還去找那個法條給你看 全英文的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記得 當時在講這個的時候 什麼時候 小編 6月份6月底的時候 對不對 當時講這個 美國海運的改革法案 其實很多人會告訴你 這個跟這個運費沒有關係 對吧 但是我很簡單給各位觀眾一個結論 我說 美國政府通過這個法案 你以為拜登是塑膠做的嗎 對不對 當然就是想要壓低你的運價嘛 他當然就是想要好好的管控這些貨櫃航運 這很簡單邏輯啊 如果他今天定了一個法案 是完全沒有想要幹嘛 那他幹嘛通過這個法案 對吧 他乾脆就毫無作為就好啦 他既然有這個法案 就會透過法案來限制你很多東西嘛 好 但細節我不要再講了 我們6月份已經講過了啦 簡單來講我當時就認為 長編效應 馬斯基講的 還有包括美國通過這個海運改革法案 都會對運價造成衝擊 這是我們當時告訴大家的 那當時貨櫃三雄的技術面 還記不記得在這個地方 我們告訴你什麼 跌破寄軍線 正式翻空叫四面楚歌 記得吧 這個也是 跌破所有短中長期軍線 跌破所有短中長期軍線 叫四面楚歌 我說這個叫技術面正式反空 我有沒有這樣講 有 這個小朋友應該不用摸VCR吧 這個海運改革法案 長編效應 包括技術面跌破所有短中長期軍線 大家都印象深刻 為什麼 就把我衣服拿來 好 因為那時候還發現 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對不對 那時候的事嘛 那時候還有網友 說老王極度看摔 臥貴航運 大家記得 那時候發生的事嘛 大概6月下旬發生的事 那我是不是也跟你講了 我沒有極度看摔啊 我還特別做這個 我們不是極度看摔 我們是提醒各位觀眾 要避免風險 我也沒有叫人去放空貨櫃航運 沒有 沒有啊 我有叫人去放空貨櫃航運嗎 我有帶貨人去放空貨櫃航運嗎 沒有啊 但是我要保護 看我們節目的投資人啊 對吧 要讓你們避免受傷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很客觀的就基數明來告訴你 它跌破所有短中長的均線喔 那是不是叫反空啊 那我們不是看摔 我們當然希望它最好可以大漲特漲 但是它有風險的時候 我們就適時提醒各位投資人 就這樣而已 六月底的事啊 現在 現在 六月底的事 六月底的事 對不對 再講一次我沒有看摔啊 我非常希望 會不會好像現在漲上來 爆漲上來 OK的 我又沒叫你做空 我也沒做空啊 為什麼 當然漲上來最好啊 但是如果有風險 而且馬斯基那時候告訴你 長邊效應會發生了 我是不是跟你講 他都跟你講 你覺得咧 對啊 人家大咖都這樣跟你講了 那股價現在就馬上給他一個 給人家很好的一個那個Respect嘛 對不對 好 來 接下來怎麼看 貨櫃山熊 一樣嘛 跌升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 怎麼判斷能不能反彈 月均線 你看喔 這長榮啊 在這裡 除完全息就一路往下 短線就直接貼全息了嘛 那你還記不記得這根長榮你看 一堆人跑進去搶反彈 對 因為那一天陽明一除完全息是掌停板 大家以為陽明的事情會發生在長榮身上 那我當時 禮拜二是不是告訴你要小心喔 你不要想的太美好喔 這是個大問號喔 隔天就下去了嘛 對嘛 他是不是所謂的高股息 直律率概念股 所以你是怎樣 賺了股息然後 賠了價差 那如果你真的看好貨櫃行運你想買的 你怎麼不等雏旋席完再來低階 你隨便買的價格都比你參加雏旋席來的要好 不是嗎 那如果假設之後反彈上來 有機會填權席 那你不是賺更多嗎 你何必要參加雏旋席 參加雏旋席還要扣稅 對吧 那現在 長榮就是看躍均線喔 守得住 就繼續反彈 朝著慢慢填權席的路上去 甚至季均線去挑戰 那如果一旦跌破 躍均線 反彈就結束了 聽到有沒有 陽明也是一樣 這邊 儲選席嘛 這邊是直接跳空漲停板 有沒有 隔天再漲 問題是有沒有填權席 沒有 差一些 你如果沒賣 哇後面又跌下去 也是貼權席 然後現在震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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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地 也是可以嗎 你要強反彈 看哪條均線 就越均線 就這麼簡單呀 你繼續思考 你就 反正就像我剛才講的 大的前景 現在看到運價反轉了沒有 運價開始像以前這樣大漲了沒有 還沒 沒有 所以就要知道大的環境沒有改變 還沒有改變 但是技術面是短線可以不同步 所以技術面短線的反而就看越均線 包括萬海也是一樣 萬海我上禮拜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上禮拜有講過萬海 你看萬海是漲停板 萬海漲停板 在除全期前一天漲停板 砰 下去 破底 貼全期 我就不懂 這麼多人喜歡在除全期的前一天去買進這個萬海 我上次講他是因為那個 被動型ETF的事情 有沒有印象 上次講他 不是講破關 上次講他被動型ETF的事情 這麼多人擠在除全期前一天去追買他 砰直接下來 你如果那麼想要賺股息 你為什麼不等跌下來之後去買就好 一樣田圈席你一樣賺 你懂這邏輯嗎 除全席他只是把股息 他股息給你沒錯 問題是股價要修正 他不是股價撐在這 然後股息發給你 這樣我可以接受 不是嘛 你股價還是要跳下來 所以對萬海來說 雅明跟長榮都站在躍均線了 那萬海你就要看他什麼時候可以站上躍均線 才可以出現一個跌生的反彈 這樣了解嗎 你說可是他這個除全席不是要還原日K線嗎 沒有 他已經過了很多天了 我們就要看正式的K線 這個缺口就會正式形成壓力 就跟這裡的缺口一樣 就跟這裡的缺口一樣 這樣了解嗎 好講完了 大概就從這樣觀點來看 包括長榮陽明就是短線技術面反彈 那你有去操作反彈就看躍均線 手速繼續反彈 跌破就結束反彈 好 今天的節目就 貢獻大家到這裡了 還沒按讚的 還沒訂閱的 還沒轉分享的 麻煩多多幫老王支持一下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假日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禮拜二再見 掰掰 王以龍老王及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付投資風險 字幕提供